一般这都是要卖钱的 今天免费教你们了 王老师今天教你的 就是内功心法 叫五五大成法 你每个五里面能成两到三个 已经很强很强了 企业如人 品牌如人 人应该有五脏 或者是品牌应该有五力 五种能力 哪五种能力呢 第一 产品能力 就选赛道也不是一般人会选的 选产品就更不容易选了 所以产品能力 它是一种能力 第二呢 就培养自己的渠道能力 通常是快销品最核心 最核心的能力 很多人认为加多宝 王老吉 可口可乐 或者是红牛 他们的能力是产品能力 错 他们的能力是渠道能力 他们可能花了十年 可能有五千个经销商 有三百万个中单碗点 光这个成绩要完成 没有十五年根本做不到 所以很多人说 王老师我又创新了一个产品 对于这些超级品牌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事 它轻轻的一抄 工厂一生产出来 两百万个中单碗点一铺 年回款额二十个亿 第三 流量能力 流量能力不仅是可以培养 而且可创造 甚至公司可以成立一个流量部门 很多人不懂流量 对流量的理解还不深的话 认为流量可能是买借力 不是的 你的新媒体团队可以生成流量 第四个能力就品牌力 牌子 名牌 品牌 中局是品牌力 同样产品 同样的咖啡 星巴克的咖啡 就比一般的品牌要贵 这就叫品牌的溢价 第五个是资本运营 资本能力 尤其是这些95后 你就知道中局了 这五种能力 你要刻意地去培养 第二个五它也是五种力 但这种力它是外公 借用这五种红力 哪五种红力 第一种红力 时代的红力 其实时代造就了我们 从改革开放出现了万元户 出现了地产 出现了金融 出现了互联网 上都踩到时代的红力 第二品类红力 也叫赛道红力 任何品类在早期都是有红力的 譬如说这位女孩 她十年前在长沙 开了二十家咖啡店 那么瑞幸咖啡 打长沙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出两个亿 直接把你买了 你就获得两亿现金了 但现在你再开二十家店就很难了 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叫品类的红力 我们应该像狼一样 时刻寻找红力 第三种红力 渠道红力 比如我投的你们长沙的企业 干渊食品 当初吃的红力就吃的什么呀 K卖场 大超市的红力 所以它有一个经销商 现在变为了一个上市公司 业绩五年翻了五倍 现在的线下红力是哪里呢 便利店 折扣店 仓储店 专卖店 你说你长沙的什么大超市 而且还是上市公司 后来断崖是下跌 因为年轻人去超市越来越少了 大家都线上购物了 所以叫渠道红力 然后什么呢 流量红力 最后一个什么资本红力 它是有对应的 所以我叫五五乘法 就两个五 这两个五要都抓住了 那你就成功了 必成 两个五不用说抓五个了 每个五抓三个 抓两个你都必成 小乘 这是我的内功心法 低头拉车 还要抬头看路 低头拉车 是培养自己的五种能力 抬头看路 是要寻找那五种红力 红力就是最便宜的 推动你发展的力量 风来了 猪都能飞起来 并不是猪牛 是风大 风指的什么 就是红力 能力跟红力 都需要这样一个企业 它能飞起来 没什么 帮你 吗 我